把唐朝推上盛世年代的李龙基,足以被称作唐朝最有为的皇帝,而他的登基背后离不开一个女人的推力,这个女人就是太平公主,但李龙基在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却是刺死他,这是为什么呢? 太平公主作为武则天的小女儿,他完美的遗产了母亲的睿智,也是武则天一众子女中和他最相似的孩子,因此武则天非常喜欢这个女儿,不仅把他带在身边抚养,还经常在外人面前夸奖他, 武则天因为宠爱这个女儿,甚至还供过立他为皇太女的念头,但是因为考虑到朝中大臣,他最终还是立了李显为太子,把江山归还于李家,然而,一向聪明过人,扩父才智的太平公主,怎么甘心只当一个吉祥物事的公主,所以他利用母亲的宠爱,所以他利用母亲的宠爱,在朝堂中培养了很多亲信,逐渐在堂中有了说话的立场,武则天去世后,李显顺利登基, 但是和妹妹太平公主比起来,李显忽又有一才智不足,跑在他的皇后为是扑具才干,这才帮他稳,住了皇位,然而有了武则天的这个例子, 魏后又怎么担心只当皇帝背后的女人,所以他开始消防武则天出现在朝堂中,准备成为下一个女帝,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, 魏后重用外妻,一时之间朝堂上几乎都是为师的天下,这在极大程度上增长了魏后的野心, 他为了能够顺利登基,甚至不惜和女儿一起下毒残汗李显,李显不过当了几年的皇帝就被下药毒害, 魏后原本以为李显已死,自己就是下一个女帝,但是他的美梦却被两个人打破, 那就是太平公主和李显姬,二人是姑子,也都是李氏的子女,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氏江山被一个外姓女人夺走, 所以他们联合到一起发动了唐龙政变,这是老色批李显姬在偷看自己儿媳妇洗澡, 历史上的她是个什么样的人,为何将姑母太平公主赐死家中,在公知二人的合理之下, 魏后和她的女儿以及一众外妻军备被处死,但是这个时候, 对皇位有野心的太平公主,却并没有提出自己登基,而是推了李丹继位, 因为太平公主知道,如果自己贸然突出登基,不仅会遭到拒绝, 甚至还有可能会引来其他人联合打压,所以与其当作出头鸟, 还不如复制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当皇帝,这样一来,权力还是掌握在她的手中, 就这样,平定叛乱的太平公主先要被封为正国长公主, 又被刺失亿万户,是长衡中最至首可热的存在,已经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太平公主, 并没有满足,反而开始培养起自己的亲信来,一时之间, 朝堂上大半的官员都是太平公主的二幕,几乎各部各门都在她的掌控之中, 此时的太平公主风光无限,就连出行的排长也与皇上比肩, 俨然一副小皇帝的样子,而李丹对于妹妹的所作所为,她虽然知道, 但却没有改变的能力,所以只能看着她越来越嚣张, 然而李龙姬却和父亲完全相反,她不仅聪明,还非常年轻, 对于皇位也有着极高的野心,所以对她一直都有皇位,她从没有去她, 也深刻地明白如果是她登基为例,那么自己一定没有好下场, 所以她在朝堂上就处处与李龙姬过不去,不仅挑拨李但与李龙姬的父子关系, 还经常往李龙姬的身上泼脏水,希望能够把她拉下马,李龙姬不是傻子,她早就看出太平公主的野心, 所以对她一直多有防备,她也从没有惧怕过,反而勇敢地站了出来, 以太平公主正面互当,历史上,李龙姬为何将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刺死在家中, 使二人矛盾的不断加剧,李但也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, 但是生性软弱的她始终不知道应该如何劝解,也很不下心对待他们任何一个人, 最终李但做出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主动退位,把皇位让给李龙姬, 同时也让他们二人自行去处理矛盾,李龙姬在登基后所面临的局是非常困顿, 因为当时几乎大半个朝堂都是太平公主的人,七个灾, 江中更是有五个都是太平公主的门生,在这种情况下, 她也如一个傀儡皇帝一般被架空了权势,然而李龙姬并不是懦弱无能之辈, 她知道自己必须做出一个了断才能做往皇位,于是她和不多的亲信慢慢谋划着, 为了不惊动太平公主,她先是用各种借口把她的亲信官员骗入宫里, 然后找借口处决,这样一来,就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, 逍遥太平公主的左膀右臂,也可以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, 等到太平公主听到消息的时候,她的大部分亲戚都已经被处决, 意识到李龙姬准备对自己动手的太平公主立刻躲起来,许久都没有露面, 直到风声逐渐过去后,她才重新露面,然而李龙姬却并没有打算放过她, 甚至不顾父亲的命令,执意下指刺死太平公主和一众亲信。 太平公主死后,李龙姬对其进行抄架, 脚迫的财产珍宝数不胜数,甚至足以堪米国后, 这也能够看出来,太平公主活着的时候,权力有多大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对于以上事件有什么看法, 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